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院预告是公开庭审 但是警方拉起了警戒线 将大批的媒体驱到很远的地方 媒体纷纷的转网对接进行拍摄 被警方要求离开 而昨天的庭审情况传出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个是推特上有传言表示说 任志强在法庭反常的一言不发承担全部的刑责 第二个是国际媒体引述消息表示说 任志强自己辩护对绝大部分的指控拒绝认罪 有人推测这两个版本可能背后都有人操纵 法庭宣布择期在审 大概是要观察一下第一天开庭的动向 根据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因言获罪的前华远集团的董事长任志强 9月11号的上午在北京出庭应讯 消息人士透露表示说 旁听席除了两三名家属之外 都是中国官方安排的人员 没有准许任何人旁听 而任志强也没有聘请律师坚持自辩 这名消息是向中央社表示说 根据他的了解 任志强面对检察官当庭指控以及法官的讯问 绝大部分都拒绝认罪且给予了反驳 也有一小部分则以记忆不清来进行作答 内容则涉及到了任职华远期间 账务矛盾 资金流向以及徒利家人等等 消息是指出任志强在出庭的时候 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还可以 但是院方在11号安排的停却时间颇长 从上午的9点30分进行到了近中午12点休息用餐 午后继续的开庭 法官直到下午的3点过后才宣布休庭 择期再审 另外 根据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的信息就表示说 11号开庭的时候 数名任志强的中老年支持者一直站在了法庭的对面 其中一名支持者向媒体透露说 他是中国国资委系统退休的财绘人员 并且称当年华远集团和任志强的账他都查过 账是清楚的 包括美国 欧盟 日本 澳洲等一些国家驻中国大使馆 也对任志强的案件表达了关切 曾经申请11号的时候前往旁听 但是被中国官方以防疫为由而拒绝 但是根据推特在12号传出的消息表示说 任志强在昨天 也就是9月11号 在北京的第二中院出庭时一言不发 根据推特账号世界介绍 在庭审过程当中 任志强一言不发 认领了其他人的所有的行责 这与任志强的个性不符合 该文还推断表示说 中共不承认任志强是因为批习近平而被捕 要迫使他承认经济犯罪 可能以抓捕他的儿子来作为胁迫的手段 任志强为了救儿子承认强加给他的所有的罪行 名为杨锦玲的推特账号表示说 在8月1号的时候 曾有任志强的好友透露 7月30号的时候 任志强刚与家人通了话 家里给他聘请了审职庚律师 被他拒绝 他坚持自己辩护 所有涉案人员的刑责都被任志强揽了下来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称 任志强被检方 依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以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等四项罪名起诉 细节包括了公款吃喝 持有公款购买高尔夫球卡 用公款报销个人消费 无偿使用社会商人提供的办公场所和住房 通过关联企业违规从事盈利活动 获取巨额利益 给国有资产造成重大损失 任志强还被指家教不严 伙童子女大肆敛财 任志强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失联 在失联前的一个月 网络上流传了一篇文章 题为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 共同伤害 署名是任志强 该文批评中共钳制言论自由 加剧了新冠病毒的疫情 没有点名的说习近平是扒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而且丝毫不掩饰自己坚决当皇帝的野心 和谁不让我当皇帝 我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2016年2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视察媒体的时候 中国的央视打出了央视姓党绝对忠诚 请您检阅的标语 任志强评论表示说 当所有的媒体都有了姓 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时候 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根据维基百科的信息介绍 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3月8号 1969年被下放到陕西省延安县的冯庄公盛 之后在军队服役官至参谋 1974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共 1984年的时候出任北京市华原总公司建设部经理 1985年的时候 任志强因为给自己和员工发放奖金而被举报 以贪污罪被关看守所 1986年获得了无罪释放 2011年4月份的时候 任志强辞去了华原集团董事及董事长的职务 2014年11月 任志强在微博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退休 见形势不妙 习近平承认关键技术被掐住了脖子 来自法广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安德烈》的文章表示说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11号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 习近平强调要加速解决制约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 据指这与中国华为等一些科技集团遭到美国制裁 又传出中兴国际也有可能遭封锁的严峻局面有关联 文上说习近平如此表态意味着他承认国际形势对中国很不利 他指中国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 因此必须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路子 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习近平列出的问题包括农业方面 很多种子大量的依赖外国 农产品种植以及加工技术相对落后 在工业方面一些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 能源资源方面油气勘探开发 新能源技术发展不足 以及石油对外依赖度高达70%以上 生物医药还有医疗设备等一些领域的科技发展之后 中国科技产业面临的严峻局面 与美国川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的制裁行动相关 美国方面已经对华为中芯、字节跳动 以及腾讯等一些中国科技行业的撬处进行了制裁 9月4号的时候 路德社引自美国国防部的独家消息表示说 美国或将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列入实体清单 中芯国际第二天发表了声明 否认了与中国军方有关联 美国当局日前已经将275个中国公司列入了实体清单 其中包括了华为和中芯 中芯国际虽然被认为与美国和台湾的芯片厂 还有大约4年的差距 但是被看作是中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赶超美国的希望所在 中芯国际一旦被禁止从美国供应商那里得到设备和技术 分析指相当于掐住了中国科技业的命门 中共当局意识到了面临的国际困局 为了应对这一充满敌意的国际局面 习近平之前提出内循环 希望在扩大内需方面突破 在9月11号的科技座谈会上 习近平再一次的强调 加快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推动国内大循环 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这一主线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 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科技创新是关键 昌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习近平希望中国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向科技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中欧峰会在即 欧盟表示说要先分清敌友 从欧盟27国和中国领导人的大型峰会 改为仅有一天的小范围的线上会议 欧中峰会的降格体现了欧洲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 在人权和生意之间的艰难权衡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表示说 原计划是三天的会议在莱比锡举行 这原本会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 和欧盟全体27国的领导人汇聚一堂 如果欧盟中国峰会能够按照原定的计划 在9月13号到15号举行的话 由默克总理担当东道主 那将是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任期之内的地缘政治的高光时刻 而如今可能只有抗议示威的人 才会去莱比锡了 因为欧中峰会已经改为了线上举行 而且会期也缩短为了一天 9月14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欧盟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 和作为轮值主席的默克尔 将在虚拟的会议厅进行会谈 六位出的时候 当柏林方面宣布取消这场大型峰会的时候 给出的理由是新冠疫情 但这背后的政治因素才是关键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在欧洲各国政治圈的声望大跌 对维吾尔人的高压政策 对香港采取的强硬手腕 这些做法在欧洲各国议会 也引发了不少的抗议 柏林默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研究欧中关系的学者 卢可锐 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就表示说 尤其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方式上的不透明 还有所谓的口罩外交 都给欧洲各国造成了严重的不满 他说 这被视为毫无廉耻的公关公事 因为中国在很多案例当中 甚至把出口的医疗物资打上了援助的标签 在欧洲 人们正在就对华关系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定位 面对中国越来越多多逼人的对外政策 以及对内不断的压制言论自由空间 以及侵犯人权 欧盟在2019年3月以官方渠道表达了不满 当时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公布了一份对华政策战略文件 其中第一页就明确地指出 对于欧盟来说 中国不仅仅是保护气候方面的合作伙伴 也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竞争对手 更是制度上的对手 因为中国推行的是不同于西方的另外一种治理模式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北京试图在全世界推广自己的威权统治体系 作为可以取代欧洲式民主体系的替代方案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在今年5月初接受法国的星期日报的采访时 再一次地强调了这一点 他非常明确地指出 欧洲过去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有一点太天真了 而现在要采取更为现实的路线 与之相应布鲁塞尔在面对中国时 也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更为强硬的声调 略位底的时候 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米歇尔 以及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 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的视频会议之后 对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 其中的措辞就体现了这种新的对华态度 米歇尔虽然也强调双方在经济上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 以及必须在气候保护和抗击疫情方面展开合作等等 然而接下来还有一个但是 他说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我们 他说的是欧盟和中国的价值观 政治体系 以及对多边主义的理解都不相同 他说 我们将会以清晰的视角和自信的态度来投入合作 同时有力的捍卫欧盟的利益 坚守我们的价值观 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的论调也大致相似 他说 如果欧中关系要继续向前发展 就必须要更加的遵守规则 要更加的重视对等的原则 说到规则和对等 原本应该有一份欧中全面投资协定来承担这一职责 双方之间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六年 其目标就是扩大市场准入 增强公平竞争 降低投资门槛 削弱国有企业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欧洲企业界看来 如果要达成协议 中国方面还需要做出明显的让步 欧盟方面已经明确的表示 不会对中国做出妥协 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伍特克 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说 因为中国企业在欧洲 已经可以享受开放的市场 公平的竞争环境 而欧洲公司在中国却不能 所以现在必须是北京方面来填补这个空缺 但是伍特克对此能否实现 并不持乐观的态度 去年12月份的时候 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布鲁塞尔的时候 再一次的强调 欧洲在北京2020年的外交议事日程上 占据了很高的地位 并且指出欧中投资协定 是最重要的经济政策议题 但是来自德国绿党的 欧盟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的主席 比蒂科夫就认为 在这个方面目前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一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简报 引用他的话表示说 在所有关键的争议问题当中 没有任何的突破 两周之前为了给欧中峰会做预热的准备 王毅又访问了欧洲 而在此之前 美国国务卿彭帕奥刚刚走访了多个中欧和东南欧的国家 德国媒体明镜周刊 就将此行称为是反华之旅 莫卡托欧中关系专家卢卡瑞坚信 中国政府寓意阻止一个跨太平洋反华战线的形成 他还补充表示说 在彭报访问中东欧期间签署的5G网络建设异想声明 也引起了北京的忧虑 因为在此之前 英国和法国刚刚宣布 分别在2027年和2028年之前 移除所有华为提供的移动通信设备 如何对待华为 欧洲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方案 几个月以来美国不断地给盟友加压 敦促他们把华为排除在5G网络的建设之外 华盛顿警告表示说 这个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供应商 通过其产品进行间谍活动 并且有可能毁坏关键的基础设施 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作为新冠疫情期间的第一次出访 王毅此次来到欧洲 原本应该是来施展魅力的 但是由于欧盟对华态度的转变 他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德国外长马斯在柏林接待他的时候 也明确地提出了 要求北京收回港区安全法的观点 因为该法事实上 终结了香港的法治独立性 此外他还要求联合国观察团 赴新疆调查维吾尔人问题 另外对于此前 王毅针对杰克议长访台 做出的威胁言论 马斯也做出了明确的反驳 就在王毅访问的同时 德国政府发布了一份印太政策指导方针 这反映了柏林希望在亚洲 寻求合作关系的多样化 也就是说要拓展合作范围 签订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 同时减少对中国的经济性的依赖 在介绍这份政策文件的时候 马斯还指出 我们希望强化我们对于多极化世界的理解 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应该被迫在两个大国之间 做出选择 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 它指的就是美国和中国 而美中两个大国的地缘政治冲突 也将在这一次欧中峰会当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